今天的都市现场五间版 您将看到 小区改造承诺安装纱窗 为何过了两年还未兑现 名呼我为新连心 都市频道 干问我为群众半时事直播小分队 立即出动 半时记者莉莉 马上带来电视 加网络全媒体直播 政府为村民房屋 统一加盖的树枝瓦 大面积损坏脱落 却无人来管 面对群众极难筹判 新官不能不理旧账 系列报道 直面问题 纠四峰 敢坐善为抓落时 今天继续关注大抓落十年 关注我省作风建设 男子试驾路虎 开启旧跑 300公里外被抓获 女乘客酒后打赏司机 10元车费 付了800元 加油收藏 继续关注 跟着文物看古今系列节目 今天到上饶市博物馆 来看一个宋代清白又香熏炉 到底有何不同之处 楼顶防水没做好 公租房漏水怎么办 您的繁星室 暖星室 干问热线曝光台 和您一起分担和分享 敬请收看都市现场五间版 各位中午好 今天是2024年10月25号星期五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都市现场五间版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首先我们来关注江西新闻名专栏 干问我为群众办时事 向我们栏目反映问题 现在除了拨打24小时新闻热线 0791-8831-6800 还可以拿出手机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干问抖音号 家住南朝新建区前卫路小区的 部分居民项目反映说 两年前他们小区进行了改造 当时承诺会重新给大家安装纱窗 现在只有两栋居民楼的纱窗安装好了 另外几栋居民楼迟迟没有动静 影响了正常生活 今天上午都市频道干问 我为群众办时事直播小分队 就来到了现场 具体情况马上来连线办事记者丽丽 丽丽你好 下面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 舒华好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以及关注我们直播的各位网友 大家中午好 我们都知道 纱窗不仅能够防风 更能够防蚊虫 但是如果说新安装的窗户 但迟迟没有给安装纱窗 这确实也能给生活带来非常多的不便 那现在居住在南昌市新建区 前卫路小区的部分居民就碰到这样的烦心事 其实我们刚刚走进这样一个小区的时候呢 会发现非常的漂亮 因为刚做完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嘛 你看外里面非常的干净整洁 非常的美观 但是我们如果近距离的走 你会发现 他们村别在安装了新的窗框玻璃和防护栏之外呢 除了我们小区内的两栋之外 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安装纱窗 那为什么有的业主给安 有的业主不给安 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在我身边这位呢 是昨天给我们打来电话的邓女士 邓女士你好 能不能大概跟我们说一下一个具体的情况 你好 我们这里老旧小区改造的话 到现在已经两年多的时间了 就是2022年开始进行老旧小区改造 对22年疫情之后 还是五六月份就开始改造 到现在已经经历了两个夏天是没有纱窗的 然后现在已经快入冬了 到现在还是没有纱窗 我们就希望能够尽快去把这个问题解决 就是他们当时是怎么承诺的 就是说我们交付以后安装完窗户以后 就会立马给大家把新的纱窗都给安装好 对因为我们有的 它是本来还有那个防盗窗的 然后因为它给我们装不了防盗窗 它就给我们想就是可以选装纱窗 或者是装那种金刚碗 它可以防盗嘛 然后到现在的话 我们就选择装纱窗的 都一直都还没有装 就是在老旧小区改造之前 家家户户都是有纱窗的 但是在老旧小区改造之后 直到现在可能部分的楼洞还是没有 是这样的吗 那前面两栋已经安装的 他们是什么时候安装好的呢 上个月 也是就是这两个月才陆续的装好 这两栋的一个窗窗 对而且这两栋也装了很久 就是拖拖拉拉的那种 一栋可能都要装一个来月的那种感觉 然后到后面现在又没有了动静 然后我迟迟不给我们这几栋安装 然后之前也给社区反馈 社区也给人家反馈了 他们施工一直还是没有给我们答复 就是我们也没听到施工方给我们的一个回复 什么样的原因到现在没有安装其他的纱窗了 对对对 他就是说会装 但是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 那因为时间过去的太久了 好的 其实我们都知道 现在天气呢转凉了 虽然说气温没有以前那么高 但是每天早晚开窗通风的事呢 都是家家户户必须要做的事 我们再往前倒推 七八九月份天气非常炎热的时候 你说这个窗户不开行吗 但是窗户一开没有纱窗 就有很多蚊子苍蝇飞进来 甚至还有灰尘 还有老鼠 那其实呢 这一户呢据我了解啊 就是进了家里进了老鼠是吗 以前就是在改造之前 咱们家里会有老鼠吗 有老鼠没有 就是有纱窗 它就老鼠很难进嘛 因为老鼠都这些都不是铁丝的嘛 它老鼠一般咬不动 现在就是我家是顶楼 特别热 夏天你说开窗子嘛 它蚊子苍蝇就不得停 还有老鼠 老鼠是防不胜防 不知道老鼠什么时候爬进来 不可能家里 我家顶楼比较热嘛 是吧 大家都晓得 但是我觉得哈 这个工程有点比较拖 你看别人这个 虽然说装 装得晚 但是别人装了 现在我们是遥遥无期 不知道什么时候 是吧 还一个问题 还一个问题 我家还一个问题 也是在这时候暴露中 我家现在他们窗子 只要是同意的都换了 现在问到我家一楼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换 其他是没有安装 纱窗的问题 但是您家是连新的窗户 玻璃可能都没有给你安装 是吧 好的好的我知道 那其实除了他们所反应的问题之外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他们很多小孩 比如说反应在厨房的窗户 是比较低的 那很多小孩在卫生间玩的时候 大人是非常的不放心 因为没有安装这个纱窗 所以这点也是一个安全的隐患 所以有些人干脆就是住户 自己做主 用这个纱网 干脆就把这个玻璃给全部 窗户给包起来了 是吗 所以有些住户没有办法 因为时间已经是两年多了 那怎么办 那现在在我身边这位 就是我们这个社区的 这个党委副书记 今天也是第一时间来到现场 就首先大家所反应的这个问题 我们是掌握的 对不对 对居民就是反应在群里面也好 或者来我们社区 跟我们说的问题 我们都会收集好 然后跟施工方这边反应 就是现在没有安装纱窗 给大家带来的种种不变 我们现在是已经感受到了 那么就是我们从社区角度 有没有了解到 我们施工方是什么样的原因 两年时间到现在 都没有给杀窗 这样一个我们认为 并不是很大的问题 就一直纠结在这 什么样的原因 我们有了解过吗 我们肯定会跟他们说 然后他们跟我反馈 就是说这边会进材料 会来做 一直承诺的是都会做 也确实陆陆续续 有些事情也在做 所以我们就是有问题 我们也就这边 就积极跟他协调 其实有一个细节在这 我想跟网友说一下 今天我们当记者 第一时间到达这个小区的时候 确实看到施工方是在现场的 而且我们还以为 施工方今天是来 进来那个验收的 对不对 今天本来是来验收的 对不对 但是的话 可能我们以为是 刚好撞到一块了 都是来解决问题的 但其实呢 还不是这么一回事 但是没有关系 在我们今天直播现场 我们还是通过 我们新建区的 这个住建局的相关 这个工作人员 把我们的施工单位 也叫到现场 来 因为是刚刚过来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称呼 你好 请问您是陶主任吗 姓陶主任 那个施工单位是哪一位 能不能就是说一下情况 他是怎么称呼 你好 你好 怎么称呼你 夏经理 因为是刚刚到 所以可能没有办法 给您上人民条 就是刚才我们业主 所反映的情况 就是很一目了然 因为咱们这个 都是这个生活 这个没有纱窗 可能大家也都不需要 太多的强调 应该能感同身受 我们今天来的目的的 也就是一点 就是什么时候 能给大家落实 然后什么样的原因 到现在都没有 我现在到里面讲 那个我争取在 保证在那个 11月底全部完掉 11月底 是吧 对对对 我们之前是有过 什么样的困难吗 就是说导致 困难了肯定是 就资金困难 就是这一点 其他的都没有 就是这一点是吧 就是我们 我跟那个 我老板上面的 也已经沟通了 保证承诺在 11月底全部完掉 11月底全部会把 这个小区流动的 沙窗多解决 对对对 全部解决掉 行好的好的好的 谢谢 那么在这里的话呢 既然这个 我们住间觉得 这个陶主人也到了现场来 就是 其实在之前 直播开始之前 也有一小居民反映 比如说漏水啊 还有其他细节性的问题 所以在这里的话呢 当然我们也非常感谢 在我们陶主人的监督下 我们希望后续 比如说我们 直播结束以后 能够监督 他们真的是能够 在11月底 或者是尽早更快 能够把这个事情给落实 是啊 我一直在协调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 我们一直压制整论 把这个事情 让大家 都有个圆满答复 好吧 而且据我了解 这个小区本身 也最初的时候 是当做这个示范 模范小区来打造的 是这样的吗 嗯 是啊 而且后来 由于那个 各方面原因嘛 就是 主要是讲 财政也困难 各方面那个 门都要困难 好多东西 看就是稍微赶了一下 还有一个就是 他刚刚那个走远了 那你好 因为刚才这一位住户 来您过来一下 怎么称呼您 就是您 就是您 因为他家里 可能是之前忘了 把他家给漏掉了 像这种情况 咱们能不能给他们补上 可以补 可以补是吧 可以补 我之前一直也跟他讲了 补一下知道吧 当时我们在做的时候 情况下 他自己又没在家 又没统计 跟别人又漏掉了 你看基本上 人家在家的 都统计了 都做完了 我又不是故意 不跟他装的 是他自己没在家 是吧 这也怪不了 我们施工单位 但是我现在 也跟你讲 我会跟他补 是吧 17月底之前 我全部跟他补完 大家我也会做完嘛 什么都会做完嘛 就是还有顶楼 发现很多是漏水的 那个也会做什么 全部搞嘛 就是咱们那个社区书记 余书记您过来一下 因为今天我觉得 机会也很难得 多方的职能部门 都在现场 然后他们也是表现得 非常的积极主动 我们等会儿 把我们小区 所有的一些问题 都归归拢 然后我们的陶主人 也在现场 就趁着这样一个机会 全部把它 一起的这个解决到位 好不好 因为他刚才也说了 包括这户居民家里的 这个新的窗框玻璃 也会一并的解决到位 好吗 那么接下来的话 就请我们的 这个在住建局的 这个相关部门的监督之下 在我们社区单位的这个沟通之下 能够尽快地把这个问题给解决 那今天因为是星期五 我们的时间也是有限 但是做了这么多次的 这个老旧小区改造 我们也都知道 老旧小区改造 确实改善我们小区的大环境 我们的居民也是非常的欢迎 但其实在实施的过程当中 往往有一些小小的细节 让人觉得非常的烦心烦恼 很多方面也是缺乏规范 那么在这里的 我们还是强调 相关部门能够加强监督管理 能够让好事做得更好 能够做到我们人民群众的心坎里 好的 主持人 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我们干文我为群众办事室的记者 还会继续地对此事予以监督 谢谢莉莉 再见 下面一起来关注一下 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 中好 欢迎走进都市气象站 进入10月下旬 秋天寒凉的感觉也是更加明显 尤其是早晚时段 像是今早起点 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大多 都在10到15度之间 其中铜骨凤鑫等地气温 更是只有个位数 预计今明两天我省云西增多 一些地方又会有雨水上限 其中今天晚上 九江景的镇上饶 阴潭寺市多云转阴天 局部地区会有小雨出现 全省吉他市多云 到了明天 全省阴天多云部分地区 会有阵雨出现 明天全省的最低气温 在15到17度左右 局部地区有14度 近来冷空气频繁寒意不断升级 大家外出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 好了 以下是各社区市天气 南昌多云转阴15到24度 九江多云转阵雨15到21度 福州多云转阴15到24度 景德镇多云转阴14到26度 上饶多云转阴16到23度 鹰潭多云转阴15到24度 宜春多云转阴14到24度 新雨晴转多云15到23度 平乡多云转阴14到25度 吉安多云转阴15到23度 干州多云16到24度 以下是部分县市区天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南昌市民罗先生最近看中了一款吉利品牌的汽车 在支付了定金之后满心期待等着验车 谁知道当天却发生了让他难以接受的事情 罗先生介绍 今年9月22号 他在南昌市洪谷滩区的江西华销吉利银河新能源体验中心 看中了一款星耀龙腾版的吉利银河L7小车 原价15万9千7 优惠后落地价为15万 满心欢喜的罗先生支付了5000元定金 及平台内1000元额外费用 共计6000元 期待着喜提新车 他说有限车 但是我问他是什么时候生产的 他说是近期嘛 近期但是最后我去提车的时候 很气愤 很不满意 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让罗先生如此气愤呢 据罗先生说 按照车辆销售合同 商家应在9月26号完成车辆交付 虽然新车如期而至 可验车之后 他却明确表示拒绝购买这辆车 当时验车的话 我去检查一下他那个车家号码 外加他的生产日期了 车辆比如说轮胎车辆生产日期 然后发现他那个车是1月份生产的 骑车的字号是9月底 他车是1月多生产的 那时候已经89个月 根据罗先生拍摄的车身名牌信息显示 这辆车的制造年月为2024年1月 距离罗先生购车合同签订日期计算 确实已有8个多月了 罗先生在网上搜索发现 一般出厂超过6个月的汽车 会被行业定义为库存车 而这类库存车在4S店停放久了 电瓶等配件容易损坏 如果还是停放在失败场所 经过太阳暴晒 新车的漆面 橡胶 密封条 雨刮片和轮胎等会加速磨损 老化 雨林则有可能造成车辆电子元件受潮 存在诸多隐患 在罗先生看来 4S店没有在销售时 明确告知车辆的生产时间等重要信息 存在过错 他提出退还定金 或按约定交付新车 但店方的处理方式 却让他很失望 因为当时的话 我跟他说 我说提供近期五月份之后的 或是退定金 他不同意 他说的话 最多只能给我赔偿 就是在车要的基础上 这也就会有三千块钱 然后的话 后面我就跟那边协商 他那边拒不住你 这个事情 购买新车 结果呢 4S店却给了消费者 一辆八个月前生产的车 这让罗先生愤愤不平 他认为 库存车在车架上 应该会有更大的优惠 商家降价应该是主动行为 而非发现问题后的弥补 更重要的是 商家售卖库存车的行为 必须事先告知 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 那么对于这件事 吉利CS店又会做何回应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为了核实相关情况 记者找到了位于南昌市 鸿谷滩区南思友好路 1133号的江西华销 吉利银河新能源体验中心 负责人表示 销售人员和消费者 罗先生的说法并不一致 且罗先生所反映的问题 并没有体现在合同中 那么既然 4S店方面认为 销售环节没有问题 又为什么愿意减免 3000元购车款作为补偿呢 也是为了让这个罗先生满意 对吧 我们作为额外的补偿 就是说协商这个事情 因为当天没有顺利完成交付嘛 对不对 那我们也是想 我们的目的 也是说想把这个合同 对吧 这个过程去旅行下去 让客户提到车 才是我们的目的 对不对 要不然后面都是多余的 我们前面做的工作都白费 对吧 所以说也是让我们满意 然后经过这个协商 然后这个我们的这个 这个销售经理 他就批准了3000块钱 额外作为对吧 这个这个再优惠 或者怎么样的一个形式要 但可能罗先生这里没有接受 对此 罗先生认为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 应当用清晰 明白的语言或者文字 向消费者做出真实 全面的介绍和说明 出厂日期 与车辆价值紧密相关 也是影响消费者 选择购买的重要因素 因此 作为经营者 应当明确告知 如果没有告知 那就涉嫌侵犯消费者知情权 罗先生作为消费者 可以要求换车或退车 对此 4S店负责人并不认可 该名负责人还表示 目前罗先生订的这台车 已经运回仓库保存 不过他们还是希望 可以帮助罗先生 协调后续问题 他的要求是 要么就换一辆车 时间在半年内 对吧 对 要不然就退掉 不顶期六千块钱 这个这两个方案 其实我们可以试着去 再协调一下 对 靠近看这种 但这个我可以向公司去申请 然后就是这个车子 从定开始 我们其实 对 一些费用 那就看我们协商 如果是走退款 这个能不能到时候 协商得了 这个金额 到底是多少 节目播出前 记者了解到 目前4S店给出的方案是 与厂家进一步协调 是否能给罗先生 换一台生产日期 在五月份之后的新车 但需要他家 一千元调度费 还可以退还 五千元定金 目前双方仍在沟通中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好 下面来关注江西体育新闻联播 各位好 一周江西体育大事赛事高兴事 欢迎收看江西体育新闻联播 本节目由中国体育彩票冠名播出 我是主持人胡帅 10月18号晚上 由省人民政府主办 省体育局和吉安市人民政府 共同承办的 省第七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开幕式 在吉安市体育馆举行 省政府副省长石可 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 省体育局党组书记 局长李小平致辞 我宣布江西省第七届全民健身运动会 开幕 七剑会共设置了20个群众经常参与的体育项目 既有群众基础好的足篮牌三大球 拼雨网三小球 也有适合老年人的桥牌 门球 年轻人喜欢的轮滑 模型 也有代表国粹的武龙武师 少数民族开展较多的剑球等 七剑会参赛人数达8830人 参赛人员的年龄设置跨度大 满足了10岁至70岁人群的健身参与需求 甚至不少选手组团参赛 现在已经是60岁60家了 我们现在已经退休了 开心开心 对这个小家庭大家庭呢 我觉得都还是蛮幸福的 因为有一个这个这么好的爱好嘛 首先我们参加这个全民运动会 就是在这个幸福的生活里面 我们精神饱满的这个参加进来的 已经打了20多年了 那个太极应该说 是我们这个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 特别是这一次 还有很多的年轻人 也加入到我们的太极的队伍 在里面来了 所以我感到很非常的高兴 江西省全民健身运动会 是我省在全国首创的 群众体育品牌赛事 也是我省规模最大 水平最高 影响最广的综合性群众体育赛事 每四年一届 从1999年开始 已经连续举办六届 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第七届 也是首次由社区市集中成办 都市频道记者 熊哲成 李俊辉 吉安报道 随着江西省第七届 全民健身运动会开幕式的举行 各单项比赛的战火全面点燃 在吉安太和 弃牌球比赛的现场 参赛群众 那叫一个热情高涨 高调发球 精准传球 灵活防守 奋力扣杀 比赛现场队员们精彩的表现 把太和县体育中心点燃 在比赛现场 记者注意到 九江队教练和干是最忙碌的人 年近七旬的和干是九江队的总教练 这次带了四支队伍来参赛 恰逢女子青年队和女子中年队同时比赛 和老爷子就两头跑指挥比赛 和干老爷子是九江当地 弃牌球的拓荒人 他告诉记者 自己是2015年退休后 和气排球结缘的 九江女子青年队的队长六号河南 是和干老爷子的亲闺女 对于这个爱徒和爱女 和干老爷子那是言传声教 整个家庭父母亲的影响 这个项目也确实非常适合我们运动 就是谁都可以上手 但是如果你想打金 还是没那么容易的 80后的河南 很快拉了一个微信群 群成员从几个到十几个 再到几百个 如今身边已经有上百位群众 一起打气排球 河南也是当地气排球赛道的小网红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互联网 能够传播出去 然后包括我们现在也有直播间 然后希望这些更多的球友 来看到我们的直播 来爱好我们的气排球 来参与我们的气排球 近年来 我省气排球运动发展迅猛 参与人数 从过去不足万人 到现在经常参与的人 已有近两百万 记者了解到 七建会气排球比赛 共分为社区士组和教职公组 两大组别 按年龄分为青年组 中年组 共有104支队伍 1200多名运动员参加比赛 那么获得第一名的队伍 可以代表我们江西省 参加这个明年的全运会 我们全运会 上一期全运会 我们有五支队伍进入决赛 那么今年我们希望的是 有更多的队伍进入决赛 获得更好的成绩 力争站上领奖台 都市频道记者熊哲成 李俊辉 吉安太和报道 10月23号上午 2024中国田径协会后备人才 精英训练营 在南昌高新区的 省奥体中心开营了 我国短跑名将苏炳天 出席训练营 并和学员们分享和互动 我换脚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想换掉这个脚 重新去编制一个 更好的节奏 你看我换脚之前 我以为你跑47步了 但是我换了之后 我跑48步 但是我跑得更快 飞翔课上 苏炳天一口标志性的广谱化 拉近了和孩子们间的距离 纸无不言 延误不尽的干货分享 让孩子们收获满满 苏炳天36岁时 白米皮皮9秒83 是第一个在国际赛场 闯入白米决赛的黄种人 自从今年上半年 巴黎奥运会选麻赛后 苏炳天就淡出了赛场 不过苏炳天告诉记者 自己还没退役 明天大湾全运会在家乡的 大湾全运会是以什么身份出现的 尽可能还是以一位运动员的身份 如果以运动员的身份出现的话 更多是以一个接力的身份吧 为广东的体育出一份力为主 因为现在也在积极地恢复 已经是继南大学副教授的苏炳天 在学校里成立了 速度与训练课题的工作室 做这种青少年的 一些运动体系的培养 包括未来我们这个苏中心 也会在做这个 以青少年为主 做一些这个培训 以及这个指导 以及赛事等一系列的一些活动吧 所以今天也是 也是想那个过来学习一下 作为国内青少年的偶像 苏炳天的到来 也让参加训练营的孩子们 激动不已 记者了解到 为期十天的 中国田鞋后卫人才精英训练营 吸引了来自全国各省市 110名18岁以下的运动员 以及教练员参加 表现又一辙 有望参加明年在五国举行的 田径亚绍赛 其中 无胜也有跨廊和练球的 两名选手入选训练营 有一些人 就是可能跟我一起比过全国赛 都是跟我比较水平 比我要高一点的 能跟他们一起学习也是比较好 包括这次来的专家 余光之导 这些都是比较厉害的教练 也像能在这次训练营中 能跟他们学到一些 计划就是希望自己能跨近 13秒5以内 然后成年男 成年男能保证在14秒以内 都市频道接着报道 秋风尽爽 各地赛事举办的是如火如荼 咱们一块去九江五宁看一看 10月20日 第一届江西省公开水域游泳横渡锦标赛 即2024年山水五宁新光碑横渡邀请赛 在五宁西海湾黄金海岸水域开赛 600游泳建楼横渡西海湾 张开水上大银 比赛中选手们发扬顽强拼搏精神 你追我赶 通过挖泳 蝶泳 自由泳等泳资 一路批拨斩浪 尽情享受比赛的激情和乐趣 争取获得好的成绩 我今年65岁来自紧州镇的 我游泳游泳在这里 非常游的感觉非常好 成绩还不错 通过比赛 更好地宣传了五宁优美生态环境 和优越公开水域资源 进一步推动了体育家旅游的融合发展 五宁这个地方山美水美 特别是我第一次来五宁 感受到五宁这个城市的美丽 第一次参加五宁游泳锦标赛 确实下次我们还会尽量来五宁玩 2024庐山半城马拉松赛 在九江庐山开赛 7000名跑友在庐山直滇 21.0975公里风景绝佳的赛道上 悲奔追逐 功夫这场激情飞扬的体育盛会 马拉松爱好者将此次比赛简称为卢马 称此次卢马融入了人文科技 去跑创新元素 例如引入了AI短视频技术 赛赛选手不需要在自带视频拍摄设备 就可以在冲线后 一小时后轻松获取 个人专属马拉松短视频 庐山景区作为86版西游记 拍摄取景地之一 汤僧四十图和20多人的 庐山跑团汉服队 也出现在起跑现场 让大家惊喜连连 非常地想回到自己的家乡的感觉 一群都是兄弟们姐姐妹们 我们以最热闹的姿态 迎接我们今天的八成马拉松 马拉松兄弟加油 来两百人民 庐山之地一马当先加油 经过激烈的角逐 半满男子组和女子组前三名 均由中国籍选手包揽 第一次来到庐山 第一次参加罗马 因为从小就从课本知道 不识庐山之念墓 只原是在此山中 今天第一次来 没想到真实课本上所讲 非常高兴 非常地开心 很惊喜 热情 很炸弹 2024大于第五届 森永 易敬马拉松越野赛 在牡丹亭文化园鸣枪乞讨 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 四千余名选手参赛角逐 碍于第五届森永 易敬马拉松越野赛 正式开幕 三 二 一 四四森林马拉松采用全国首创全新赛制 三 永 易敬 将标准的半城马拉松与山地越野赛结合 强盗的江户丹亭文化园 南高红军三年有机战争纪念馆 崖山 国家级旅游度假去等景点串联起来 形成了一场全程50公里的挑战 参赛选手在比赛的同时 临距离领略大鱼大有可观的秀美山川 以及渔运千年的文化魅力 这是我第四届参赛大鱼马拉松了 这里的人文 然后还有就是这里的景色 都值得让我们每一年都来 与此同时 大鱼县还设置 去野定向赛 森林马拉松美食展 民宿文化活动等丰富的 赛事配套活动 亚山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梅关景区 三月三景区等景点 还联合推出了一系列的特色活动 和免门跳政策 本节目素材由 武宁台 蒋德仙 卢山台 胡小山 龚智新提供 好的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也欢迎您继续收看 都市现场的五肩板 稍后您将看到 政府为村民房屋统一加盖的树枝瓦 大面积损坏脱落 却无人来管 面对群众极难筹判 新冠不能不理旧账 系列报道 直面问题 纠四风 敢做善为抓落实 今天继续关注大抓落十年 关注我省作风建设 大家好 我是蒋大为 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 广告不能乱说 我带着真的好 才向大家推荐 这幅超市里远近一体镜 近视老花 看远看近只需一复 人一上了年纪 眼睛就开始花 我也一样 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 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 只能看近不能看勇 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看远得戴近视镜 看近得戴老花镜 这眼镜来回换 太麻烦了 眼睛还在说 超市里不一样 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 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 一对一 量身定制 度数更精准 配戴更舒适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近视老花 远视 散光等各种视力困扰 看书 看手机 走路 开车 全都能戴 还可以叠加变色 防蓝光 防炫光等功能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 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市里再也不用来回换 您要是相信我就去佩服事实超市里一百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进店免费燕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 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近视老花 看远看近 只需一副超市里 配镜专线400-100-6565 你是否正在遭受腰椎肩盘突出的折磨 腰疼 腿疼 腰息酸痛 坐骨神经痛 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 蹲下起不来 腰痛得下不了床 甚至无法正常生活 腰椎肩盘突出重症患者注意了 2024为爱撑腰 帮扶腹椎肩盘突出重症患者 你用药 我买单 江西都市频道 义丰 红星 黄庆人 大申林 惠仁堂大药房 携手陈礼记 书筋剑腰丸 共同帮扶 腰椎肩盘突出重症患者 免费用药帮扶 空巢老人优先 爱心热线 400-888-0602 400-888-0602 赶快行动吧 人老戏不老 全靠腰腿好 输筋剑腰丸 配方砖 药材好 传承陈礼记 400年 治药精髓 专药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 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强筋骨 趋疼痛 输筋剑腰丸 对了 广州白云山 陈礼记 国粹中药 将心传承 400多年了 欢迎回来 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直面问题 揪四风 赶坐善为抓落石系列报道 最近上楼市 阎山县的一些村民 向我们反映说 大概六年前 当地政府部门 统一给他们家楼顶 加盖了树枝瓦 如今这些树枝瓦 不少脱落损坏 大伙担心存在安全隐患 希望政府部门 能够尽早处理 上饶市阎山县 清晰办事处中家村 位于237国道旁 刚进村口 记者看到 一些村民家楼顶的树枝瓦 出现了大面积 脱落损坏的情况 村民们说 树枝瓦是当地政府部门 2018年前后 统一为他们免费加盖的 当时不愿意啊 我知道这个东西 政府部门做的质量很大的 树枝瓦呀 都是买的便宜东西 那种钢管呢 都是很软的 我说楼里让他打螺丝 打得那么软轻 当时就不想让他打螺丝 当然是不肯装 他要残破你穿的 他说是政府工程 做个什么 搞个新农村啊 什么什么明面工程啊 这样子 先做了 先盖了前面一棒 一棒 他答应是盖我们整栋楼全部盖的 他后来盖了一棒 他要赶工程嘛 就到第二家去盖了 那你家就现在只做了一半 只做了一半 盖了一半 他都马上到 他就可能要上面要检查了吧 先把面子前面先盖掉嘛 好看一点嘛 村民们说 在当地经济条件好的村民 一般会选择在楼顶加盖琉璃瓦 其他村民往往会选择在楼顶做简单的防水处理 加盖树枝瓦并不是村民们的第一选择 2019年 也就是树枝瓦统一加盖后的第二年 个别村民加楼顶的树枝瓦 就发生了一些脱落损坏 第二年嘛 第二年就开始坏了 第二年就坏了 我就到乡里反应过这个人 我们就是反应以后 叫他说你们自己搞一下嘛 村民们说 早在前两年 他们也曾自己修上过损坏的树枝瓦 但最近几年 树枝瓦成块状脱落损坏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简单修补也无济于事 悬在屋顶的瓦片就像定时炸弹 让大伙担心不已 村民们也曾考虑过 拆除树枝瓦或者重新更换新的瓦片 但所需费用让他们有些为难 为了解决问题 村民们也曾向有关部门反应过情况 得到的回复是需要村民自行解决 就说下里嘛 下里嘛就是说稍微给一点补贴嘛 那他这个补贴 要自己搞嘛 那你是拿到的补贴 拿到一点点补贴 那这个补贴够吗 根本不够啊 也不够 我这负大概过了两千块钱 就是反应了一下问题 到县里打了1235 反应一下他后来说 就是可能是上面打了电话下面来嘛 所以是私人解决一下嘛 这也是 所以你人家可能还没这个钱 就没有封开了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政府部门统一加盖的树枝瓦 如今脱落严重 对当地村民而言 如果不及时的拆除或更换 存在安全隐患 如果要拆除或更换呢 村民又不愿意自己掏钱 对于这种有些尴尬的情况 当地政府部门是否知情 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 都市频道记者以村民的身份 来到了上饶市延山县清晰办事处 分管农村工作 也是驻中家村的妇科干部吴辉 对于中家村村民 家中树枝瓦脱落损坏的问题 进行了回复 吴辉表示 由于政府部门已换届 他不清楚当初为何加盖树枝瓦 也无法联系上施工方 在他看来 问题还需要村民自行想办法解决 自己来弄啊 你肯定自己的房子 你肯定房子自己漏了 你肯定要自己弄啊 是不是 那我现在弄的话 就是我还是要做树枝瓦 还是我做什么都可以了 因为你们当时是统一规划 做树枝瓦 我现在应该还是做 那么如果村民更换新的树枝瓦 政府部门是否会进行相关补贴呢 这个没有补贴的 我没有 从来没有补贴过 没有吗 没有没有 隔壁邻居那个卖股完的 他说可能可以补一件 所以说让两位一件 他都没找过我 没有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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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补也不是你们一家 大家都应该有啊 对 所以我说 是不是这个道理 也不可能说 补了别人都不补你的 那也没有这种情况 他这种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稍后您将看到 男子试驾路虎开启旧跑 300公里外被抓获 女乘客酒后打赏司机 10元车费付了800元 头晕头痛 胸闷气短 要注意 轰穴不轻 血液粘稠 导致心脏和大脑 轰穴不足 引发头晕头痛 胸闷气短等症 千万不可大意 一定要及时清血 清血八尾片 专要清红血 祝您红血清 心脑好 清血八尾片 作为一种治疗高血年 导致心脑缺血 引发头晕头痛 胸闷气短的药物 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清血八尾片 专要清红血 祝您红血清 心脑好 孟奇药业 你是否正在遭受 腰椎肩盘突出的折磨 腰疼 腿疼 腰息酸痛 坐骨神经痛 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 蹲下起不来 腰痛的下不了床 甚至无法正常生活 腰椎肩盘突出 重症患者注意了 2024为爱撑腰 帮扶腰椎肩盘突出 重症患者 你用药 我买单 江西都市频道 义丰 红星 黄庆人 大申林 惠仁堂大药房 携手陈礼记 书金剑腰丸 共同帮扶 腰椎肩盘突出 重症患者 免费用药帮扶 空潮老人优先 爱心热线 4008880602 4008880602 赶快行动吧 人老戏不老 全靠腰腿好 舒筋 剑腰丸 配方砖 药材好 传承陈礼记 400年 治药精髓 专药专制 腰椎筋盘突出 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强筋骨 趋疼痛 舒筋 剑腰丸 对着 广州白云山 陈礼记 国粹中药 匠心传承 400多年了 名呼我为 心连心 网络问证 为民办实事 江西广播电视台 轻力打造 干问平台 坚速击办 一周内受理回复 直通厅局 多部门联动解决 跟踪问校 全媒体曝光推动 您可以下载 金视频APP 或关注都市现场 微信公众号 点击进入 干问专区 在线发帖投诉 贴得近 及时应群众认 干问平台 24小时 为您守护 欢迎回来 我们新闻继续 男子试驾二手路虎 上车之后 却借机 匡骗原车主下车 然后狂踩油门 一路经四川阿坝州 向青海方向狂奔 10月20号下午 四川成都车主 蒋先生就遭遇了这么一幕 于是赶紧报警 接到警情后 刷金寺派出所 联合刷金寺交警中队 立即携带装备 前往九马高速 刷金寺 收费站进行布控拦截 对收费站人员进行了沟通 叫他们一旦油辆红色 越迟出口 不要把拦截杆打开 于是我们就躲在了 收费站 背对高速路面的墙后面 两人在前面 两人在后面 晚上8点48分 涉案的红色路虎车 出现在了收费站出口 民副警们立即上前 进行拦截 嫌疑人很快被民警控制 据警方调查 被抓获的男子 名叫东某 当天下午5点 他在成都市皮都区 以购买二手车为名 约了这台车的车主 出来见面 他就说的是要买车 原来就在最近 成都车主蒋某 在某二手交易平台上 挂授自己名下的 一辆红色路虎车 事发当天上午 蒋某在网上添加了 一位潜在买家东某 并约定在蜀秀公园 圈子茶楼进行看车和试驾 当天下午5点过 双方在约定的地点见面 东某随即提出了试驾要求 当时他们俩就碰了面 然后那个嫌疑人就说 什么要试驾 然而当东某试驾到 蜀秀公园对面的 红绿灯路口时 他突然声称 车辆发动机存在问题 并要求蒋某下车检查 接住下车 他就一火就 跑了他就直接 直接上高速就跑了 蒋某意识到车辆被抢夺后 立即向成都警方报案 警方迅速展开调查 并通过监控和追踪手段 锁定了被抢车辆的位置 经过全力搜索 警方发现 该车正通过冗长高速 驶往九马高速 红元县辖区 于是成都市 皮都区公安分局 立即向红元县公安局 发出协查通报 之后出现了 刚才大家看到的一幕 目前涉案车辆及 嫌疑人东某 已移交至成都警方 做进一步处理 日前江苏淮安市一女乘客 凌晨打车出行 把不到10元的车费 付成了800元 原本以为是手抖事物 原来是这名女乘客 酒后给司机打赏了 江苏淮安市民 王女士告诉记者 当晚在酒吧喝酒至凌晨 打了一辆出租车回家 因酒后意识不清 用手机付款时 把车费积付多了 第二天 王女士发现 微信账单中 有一笔800元的支出 以为是自己酒后意识模糊 失误多付了车费 于是王女士 向公安机关求助 随后民警调取相关监控 确定了出租车的车牌信息 并与司机赵师傅取得联系 赵师傅表示 这800块钱 是乘客为感谢自己 而支付的小费 当时他不放心 还拍了现场视频 昨晚那个顾客他喝多了 然后到这个车上 本来是10块钱的车费 他随手就扫了800给我 我当时跟他讲说付多了 然后他有点喝多了 他说这个多的 就是当打赏小费 当时我还不怎么放心 我还录了一个视频 然后今天早晨 警察联系我 我就把这个多的钱 通过转账转给他了 律师提醒 最久的成年人 在进行网络打赏行为 在法律上仍被视为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其打赏行为也是有效的 如果当事人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并且是在自愿的情况下打赏的 那么他的行为 在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和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 其打赏行为也是有效的 所以本案中 王女士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 是不能要求司机返还打赏的钱 律师表示 打赏行为通常被视为一种赠予行为 即打赏者自愿将财产无偿转让给受赠人 一旦打赏行为完成 财产权利即发生转移 除非存在法定撤销事由 否则打赏者无法要求退回打赏的财产 都市频道记者编辑报道 最近重庆渝中区大溪沟派出所 接到居民毛女士的报案 她说自己加入了一个返利投资群 先后投入10万元 但如今却面临着血本无归 毛女士说 一开始她接到了一个推销电话 对方声称 最近股市行情利好 现在购买金融理财产品 可以获得丰厚返利 就算你购买100元 返点也有20块 毛女士是做小本生意的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先投入了200元 果真拿到了返点利息 于是心动不已的毛女士 下载的这款爱普 里面的金融理财产品 价格有高有低 为了获得高额返点利息 毛女士还加大了投资力度 正当毛女士等着作收利息的时候 爱普客服却通知她 在毛女士购买理财产品时 资金被冻结 需要再次加大投入 把钱一笔资金解冻 要买个15万的产品 然后才能解冻 因为她这个是属于大额理财产品 就能马上把上一笔的理财解冻 这次毛女士购买的是 15万的大额理财产品 当她转入10万元后 对方又再次催促 而毛女士也因此醒悟过来 于是她赶紧报了警 民警的快速出击 让毛女士及时挽回了大部分损失 警方也再次提醒 市民切勿下载不明链接的爱普 避免上当受骗 财产受损 近日浙江省永康市公安局花街派出所 侦破了一起盗窃游戏账号的 青财类案件 成功抓获了一名卖号后 恶意盗回游戏账号的盗窃嫌疑人 就在几天前 江苏某游戏工作室负责人 沪先生报案称 其花费300元收购的游戏账号 被卖家恶意追回 这不仅给工作室造成了财产损失 还影响了工作室的信誉 多次尝试联系卖家无果后 最终选择报警 通过调查发现这个人呢 是居住在花街镇某个村里面 然后我们随即上门进行抓捕 但在抓捕过程中呢 我们起初到现场 发现这个人 嫌疑人并未在家 发现他们家还是有人 在生活的一个迹象 然后我们随即就 采取了蹲守行动 在过了大概四五个小时之后 这个嫌疑人呢 在第二天的七八点钟 回到了他的居住所 然后我们就对其 进行了一个抓捕 经审讯 盗窃嫌疑人陈某 因手头截拘 在9月24日 将自己的游戏账号 转让给沪先生的游戏工作室 双方协商一致 签署了电子转让协议 陈某也如约收到了 游戏转让费用 然而几天后 陈某却动起了 将号找回再卖的歪心思 他利用人脸识别等途径 将账号盗回 同时还将 沪先生的联系方式拉黑 当陈某还在得意地认为 对方拿天高地远的自己 无可奈何时 不料警方这么快就找上门 目前 陈某因盗窃 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 游戏账号的费用 已全部返还给沪先生 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都市频道记者编辑报道 快速扫描国内省内民生大事 进入今天的资讯快报 昨日 庐山交通所到公众号 发布关于庐山交通所到 停机检修的通告 庐山交通所到 将定于2024年11月1日 至2024年12月10日期间 进行安全检测工作 在此期间 庐山交通所到将暂停运营 并于2024年12月11日 7点半起 恢复正常运行 农业农村部 今天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 发布消息 全年粮食载货丰收 夏粮产量2995.6亿斤 早到产量563.5亿斤 秋粮面积稳中有增 截至24日 收获进度已达82.5% 我国粮食产量 在连续9年 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的基础上 今年预计将首次突破 1.4万亿斤 据中国民航局消息 2024年10月27日至2025年3月29日 全国民航将开始执行 2024至25年东春航季航班计划 目前航班换季工作已准备就绪 2024至25年东春航季 共有194家国内外航空公司 计划每周安排客货运航班 11.8万班 比去年同期增长1.2% 国际航线进一步有序恢复 昨日 贵州隋阳双核洞 第23次国际洞穴科学考察成果 新闻发布会 在贵州隋阳双核洞 国家地质公园举行 来自中国 法国 葡萄牙 西班牙等国的洞穴专家参会 最新联合科考成果显示 目前双核洞共有 115个洞口相连通 长度刷新至437.1公里 继续位列世界第三 亚洲第一长洞 据国家地震台网官方微博消息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 10月25日8时27分 在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 北纬40.94度 东京83.97度 发生3.0级地震 震源深度20千米 都市频道记者编辑报道 稍后您将看到 加油收藏 继续关注 跟着文物看古今系列节目 今天到上饶市博物馆 来看一个宋代清白又香薰炉 到底有何不同之处 外婆香小炸菜脂油 加油 外婆香 好香啊 外婆香小炸菜脂油 小时候的菜油鲜 金龙宇 秋季鼻炎高发期 鼻塞 流涕 打喷嚏 流鼻血 眼鼻发痒 做好鼻炎的科学防治 健康电话8665个3 你是否正在遭受 腰椎肩盘突出的折磨 腰疼 腿疼 腰息酸痛 坐骨神经痛 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 蹲下起不来 腰痛得下不了床 甚至无法正常生活 腰椎肩盘突出重症患者 注意了 2024为爱撑腰 帮扶腰椎肩盘突出重症患者 你用药 我买单 江西都市频道 义丰 红兴 黄庆仁 大申林 惠仁堂大药房 携手陈礼记 书筋建腰丸 共同帮扶 腰椎肩盘突出重症患者 免费用药帮扶 空巢老人优先 爱心热线 400888 0602 400888 0602 赶快行动吧 人老戏不老 全靠腰腿好 书筋建腰丸 配方砖 药材好 传承陈礼记 400年 治药精髓 专药专制 腰椎筋盘突出 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强筋骨 趋疼痛 输筋建腰丸 对着 广州白云山 陈礼记 国粹中药 降薪传承 400多年了 江西电视台 都市频道 温馨提示 头晕 头痛 胸闷 心慌 要警惕 粘稠的血液 正在堵塞您的血管 请及时清洗 血液清 血管通 心脑才好 头晕头痛 胸闷 气短 要注意 轰血不清 血液粘稠 导致心脏和大脑 轰血不足 引发 头晕头痛 胸闷 气短等症 千万不可大意 一定要及时清洗 清洗八尾片 专药清轰血 祝您 轰血清 心脑好 清洗八尾片 作为一种 治疗高血粘 导致心脑缺鞋 引发头晕头痛 胸闷气短的药物 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清洗八尾片 专药清烘血 祝您 烘血清 心脑好 孟奇药业 加油收藏 继续关注 《跟着文物看古今》 特别节目 今天到上饶市博物馆 来看一件 宋代的 清白右布袋和上香薰卢 他把布袋和尚 坐在了三族的香炉之上 非常没有创意 这是来自于我们南宋时期的 那这个呢 是我们本地出土的 在1984年 我们上饶县 有一个如今的广信区 秦峰乡 有一个正式儒人墓 在他的墓葬当中 出土了我们这一个布袋和尚 这儒人 指的是古代七品以上官员的夫人 儒人是命妇 等级最末等 这样的萧薰卢 为何会出现在命妇墓中呢 你有没有发现他的笑容 看起来憨态可居 懒洋洋的 严肃 对 他的整体的脸庞 圆圆的耳垂 非常的大 这是在我们唐后期 五代 一个高僧 叫做契祠 他经常在肩膀上 背一个布袋子 然后笑呵呵的 大肤贫贫的一个模样 他看起来非常的慈祥 那这个高僧呢 经常我们会说他 因为笑容满面 我们把它寓意着 和气身材 就是财源广静的意味 所以我们民间 会有很多人 就是把布袋和尚 当作财神的象征 在墓里出土的 这件清白词布袋和尚 不仅仅是代表了 宋代指词记忆 也体现了宋代佛教的盛行 您看他这个顶身 有没有觉得非常像 一种青铜器 还真是和我们之前 看的那个顶有点 对 没错 所以您看 我们把顶做成香炉 这是一个顶式三足炉 好 下面来关注 全省72小时天气情况 南昌今天多云转阴 15到24度 明天小雨19到22度 后天小雨17到21度 九江今天多云转阵雨 15到21度 明天小雨16到20度 后天阵雨转阴 16到22度 宇春今天多云转阴 14到24度 明天小雨18到23度 后天小雨17到21度 平湘今天多云转阴 14到25度 明天阴转小雨18到22度 后天小雨17到20度 新雨今天晴转多云 15到23度 明天阴转小雨18到22度 后天小雨18到21度 福州今天多云转阴 福州今天多云转阴15到24度 明天阴转小雨19到22度 后天小雨17到22度 英潭今天多云转阴15到24度 明天小雨18到22度 后天小雨16到20度 景德镇今天多云转阴14到26度 明天阴18到23度 后天小雨16到22度 上饶今天多云转阴16到23度 明天阴雨19到23度 后天小雨18到22度 吉安今天多云转阴15到23度 明天阴转小雨18到21度 后天小雨18到21度 干州今天多云16到24度 明天阴转小雨18到24度 后天小雨18到22度 本唱今天多云转阴15到24度 明天小雨19到22度 后天小雨17到21度 用双字组词 小学生竟然组出了双Q 最近一条有关小学生使用网络用语的消息登上了热搜 BBQ CT不CT 这些通常成年人才会使用的网络流行语 如今也被学生们熟知 并在日常交流中不时地加以运用 偶尔会用一下吧 比如说下一节课要报听写 然后呢有的同学非常不情愿 他们就会说反话 我真的是酸Q了 比方说我们班上有的时候投票选举的时候 总是有一个女生她就是每次都是第一 每次票数都是最高的 然后我们就会跟她说YYDS 就是说她很厉害 在采访中 多位语文老师指出 网络用语作为时代发展的产物 应当辩证地看待 例如学霸 奥利给等积极向上的网络用语 能对学生产生正面的激励作用 但与此同时 大部分网络用语可能会对学生的语言表达 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因此在日常学习生活中 他们允许学生说一些积极向上的网络用语 但不能出现在书写当中 如果过度地使用这种网络用语的话 可能会忽视他们书面的正确的 传统用语的这种表达和规范 对于孩子们来说 一些网络用语 它更多的是缩写 以及一些语言的表达形式的变形 它可能使学生在潜词造句方面 就变得简单化或者是单一化 老师们认为 在小学阶段 学生难以正确区分网络用语和书面用语 教师必须加强引导 目前不少学校都在传统阅读上 下了功夫 引导学生正确使用规范性文字 最近在社交平台上话题 宝妈用狗尾巴草给孩子点滞 惊呆网友冲上了热搜 不少网友见状也是跃跃欲试 那么狗尾巴草到底能不能点滞呢 这样做有没有风险呢 一起来听一下医生怎么说 近日网上一则宝妈用狗尾巴草给孩子点滞的视频 引发众多网友关注 视频中一位女士用狗尾巴草精 反复对孩子眼下的黑痣进行出刺 随后的画面中 一颗黑痣从第一天到第15天逐渐淡化直至消失 记者发现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网友 都开始尝试用狗尾巴草点滞 狗尾巴草它有清热解毒的作用 民间有人采用它根部戳这个痣 来去除这个痣 通过破坏质细胞 让小的局部的质细胞 整个的坏死结痂脱落掉 有这个可能性 但是不建议自己来处理 医生提醒 点滞的药水与偏方 多有腐蚀破坏组织的作用 不够精准 容易伤及周围正常组织 也不能彻底清除至底部的色素 像狗尾巴草直接外用去制的做法 即便是外用 也不宜直接用其直次换处 如若破溃 存在感染等风险 不建议大家盲目效仿 常说的就是致细胞质 它根据这个质的部位的深浅 分为表皮质 混合质 皮内质 一般来说呢 质是良性的 它不会有变化 大部分人是因为从美容的考虑 想把它有些部位的质去除掉 但是有些质也是在反复刺激之后 有可能发生变化的 还有有些它就是黑色素流 就先天的这种的话 也是不能自己擅自处理的 质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除了遗传因素 很多质不是生下来就有的 比如色素细胞增生 紫外线照射 激素水平 年龄因素等都会导致质的形成 如果质的颜色 形状大小或痛感有任何改变 应及时就医进行检查 以排除恶性黑色素流等疾病的可能性 中药之际有着悠久的历史 具有良好的滋补调理作用 成为调和体内失衡 预防疾病的有效方法 步入秋天日渐寒冷 尝试中药养生饮食的年轻人 盯上了秋天的第一瓶高际 传统养生逐渐成为新宠 但医生提醒 选方调养因人而异 更注重两体裁医 高际具有益气 养生和治疗疾病等作用 因此每年步入秋冬季 都有不少亚健康的年轻人 以及一些有便秘 咳嗽 气血不足等烦恼的市民 前来咨询 去年尝到高际甜透的市民白小敏 对高际养生进补 信心满满 有时候会觉得胸闷 然后会经常拉肚子什么的 想找医生帮我开点中药 调理一下 因为之前也是会有这种 症状出现 前前后后吃的时间 还是比较长的了 吃了会立竿见影吧 就是对我来讲 真的很神奇 记者了解到 高际是由中药制剂特色 加工出来的 如此受到年轻人喜爱的原因 还在于服用方式更加便捷 口感更好 对于现在年轻人盲目喝高际 王延山表示 这一想法不可取 每一种高际都有自己的适用人群 选方调养 因人而异 更要注重量体裁医 若体质没有对准 可能达不到预期效果 甚至可能产生反作用 不是说我所有的年轻人 都适合这个高方进步 也要根据他目前所处的这个状况 升起的这个状况 以及他表现的临床症状来确定 要治病求本 首先要改善他的不良的生活习惯 如果有一些老手性疾病 因为他需要一个长期的治疗 这样的话可能高方会更加适合他 稍后您将看到 楼顶防水没做好 公租房漏水怎么办 您的烦心事 暖心事 干问热线曝光台 和您一起分担和分享 敬请收看都市现场五间版 大家好 我是李林玉 今天我来给超市力拍个广告 广告可不能乱讲 我带的是真的好 才向大家推荐 这幅超市力远近一体近 近是老花 看眼看近 只需一副 很多人眼睛花了 不验光 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 这可不行啊 老花眼也要先验光 再配镜 度数精准 佩戴才舒适 而且传统的老花镜 只能看镜 不能看远 走路 开车 还不能戴 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 看远 看镜都不清楚 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 好眼镜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市力远近一体近 无论是老花 还是老花伴有近视 远视或散光 一副眼镜全解决 看书 看手机 看电视 走路 开车都能戴 不用来回换眼镜 超市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 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 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 镜是老花 看远看镜 只需一副超视力 看手机 看小字 再也不会伸长胳膊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要好好爱护眼睛 配眼镜一定得亮声定制 您要是相信我 就配一副试试 一百多家专业定制中心 遍布全国 静电免费燕光 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 视力复查 眼镜保养全免费 近视老花 看远看镜 只需一副超视力 配镜专线 400-100-6565 青春就是绽放活力 点燃梦想 真心好活力 酒喝润甜脆 润甜脆 中国花样滑冰协会 官方饮用水 头晕头痛 胸闻气短 要注意 红血不清 血液粘稠 导致心脏和大脑 红血不足 引发头晕头痛 胸门气短等症 千万不可大意 一定要及时清血 清血八味片 专要清烘血 祝您烘血清 心脑好 清血八味片 作为一种 治疗高血连 治疗高血连 导致心脑缺邪 引发头晕头痛 胸门气短的药物 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清血八味片 专要清烘血 祝您烘血清 心脑好 孟奇药业 欢迎回来 我们新闻继续 近日 赣州崇义县 临潭乡联合县 摄影家协会 开展工艺摄影活动 为全乡 年满60周岁以上的 农村老人 开展免费拍照 通过镜头 捕捉温暖瞬间 圆了许多老人 想拍照的心愿 活动现场 前来拍照的老人们 络绎不绝 大家都穿戴整齐 各个精神焕发 喜行余色 排着整齐的队伍 进行登记 志愿者们在拍照前 细心地为每位老人 打理发型 帮忙整理服装 并耐心地与老人沟通 引导老人们放松 微笑 指导老人摆好姿势 用镜头 记录他们幸福的笑颜 为了方便一些 腿脚不便 和年纪大的老人 志愿者们还走村创户 提供上门拍照服务 将关爱与温暖 送到老人们的心坎上 我们平时很少 去外面拍照 今天 十年早上 为我们免费照照 反复把 睡好照片送到家 太快高兴 非常感谢他们 据了解 这次公益摄影活动 为六十多名 六十岁以上老人 义务拍照 拍摄的照片 经过后期制作冲洗后 将装表上定制相框 赠予老人们 一张张小小的照片 满足老人们的心愿 进一步弘扬了 中华民族尊老 敬老的传统美德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次公益活动 方便群众 为他们记录下生活中的美好瞬间 感受到关爱和温暖 重一台中重盟 林鸿香报道 深秋时节 上楼万年县山野乡村的 桥迈奇刷刷的开花 吸引了不少游人前来打卡观赏 这几天 阳光正好 在万年县宾湖乡镇 湖云乡 紫步镇 石镇镇等乡镇的 山塘边水库尾 一大片一小片朴素的桥迈花 在阳光下自由自在地绽放 远远望去 清零的花瓣一簇簇 像白雪一样铺满坡地 微风拂过 把阵阵芳香散布在坡地上 桥迈花很朴素 却是这个季节最抢眼 最迷人的花 凝视着淡雅的小花 闻着淡淡的清香 令人神清气爽 让我感受到了生活的宁静和美好 桥迈作为一种杂粮 万年县农民 过去只把它当作一种 旧级的农作物种植 每年都会利用边角地 见缝插针的种些桥迈 在石镇镇蒋家村 来自紫布镇的重粮大户 吴教新 承包了村里的三四百亩 农田种水稻 由于今年较往年干旱 它便在位置偏高 难于灌溉的四十多亩地里 种上了桥迈 桥迈全身都是宝 含有丰富的赖氨酸 以及铁 蒙 芯等微量元素 和丰富的膳食纤维 是绝佳的保健食品 在胡云乡万年 卧米食文化园里 员工正在监制 传统美食懒豆腐 这种由桥迈做成的 传统小吃 曾被评为中国名小吃 成为一种非以美食 桥迈是我们家乡的土地产 它可以加工性懒豆腐 桥迈饺脂 桥迈酒 桥迈饺豆等等 这样可以不断提高 桥迈的附加值 为我们农民增加输入 同时也可以让大家 品尝到一种天堂米食 家乡的味道 万年台 赵德文报道 好 下面进入今天的 干问热线曝光台 九江连西区的蒋女士反映 她是宜家院东区公租房的住户 今年五月份才入住 六月份开始 有一间房间就漏水很严重 整个房间没办法居住 物业一直没有处理 赶州信丰县大唐部镇杨玛村的李先生反映 当地杨玛村小学附近的桃江河内 有人放了很多地龙和大网 大概有二三十个 现在还是近余期 希望相关部门管管 南昌西湖区的胡女士反映 她住在天佑路铁路二村路边 旁边的树木好长时间没有修整过了 她家的阳光全部都被遮挡 不知道应该找哪里进行修剪 日前 家住南昌东湖区景院春天的王先生反映 旁边的环建房工地 近半年来经常通宵施工 机器打装和运输车辆的声音特别大 严重影响附近居民休息 节目播出后 董佳瑶接办工作人员回应 他们已与施工现场负责人进行沟通 施工方负责人表示 会合理安排作业时间 并按照相关规定逐步完善降噪措施 日前 南昌东湖区的丁先生反映 在文教路广电宿舍路口 有一辆废弃的电动三轮车 停在人行道上 影响行人通行的事 节目播出后 北京西路社区工作人员回应 他们已第一时间赶往现场进行处理 目前站到的三轮车已经移走 好 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在直播间开通新闻热线 我们的热线号码是 0791-8831-6800 喂 你好 你好 你是哪里的观众 主持人好 我是九江地区都上县三车港镇 您要反映的是什么问题呢 请说 反映的那个三车港富来水 那个富来水质浑浊 自来水浑浊 对 您描述一下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您描述一下这个自来水是一个什么样的浑浊的情况 是打开之后是黄色的 还是说有异物 有异味 那个富来水打开以后 放出来的水 有点黄黄的 还有那个颗粒 还有颗粒 那个味道呢 我不能确定什么味道 可能是那个消毒水或者是那个漂白粉的味道吧 这个味道我就不好说了 这种情况您发现有多长时间了 我在三车港中学附近 我住了有半个月 半个月 一直以来都是这样 住的这半个多月都是这样 那是您一家这样吗 还是说邻居家也有这样的情况